我們背對背援抱 來用折磨在飽笑 好啦 太差勢就知道了 我會講太多了 謝忻宣布清理朋友關係 小甜甜被點名認了 已經很少聯絡 雖然我們都在市場 可是我們目前 現在沒有這種線不一樣 可能以後或許會遇到 有些地方 自從謝忻跟艾翔 發生不倫事件 曾經的閨蜜小甜甜 似乎變成 最熟悉的陌生人 兩人因為合作戲劇 同台出席記者會 就算坐在隔壁 也幾乎全程領互動 我們背對背援抱 來用折磨在飽笑 好啦 太差勢就知道了 我會講太多了 因為我很難溝通 其實有一些專業工作的東西 所以對那種的同學來講 其實是蠻大的一個累贅 心得就是很挫折 感覺是你的前輩 那你有練習的嗎 是這樣子 在拍演戲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她畢竟是雷霸的女兒 所以相較之下 她還有雷霸這麼大的一個前輩 其實跟雷霸來講 因為我跟雷霸對的是要配 但是想說平輩應該比較好 平輩 連自己跟雷霸比較會啦 沒遇到 對 因為我們真的遇不到 對 我們到目前為止 限量他沒有對待 像兩條平行線 不交集 我那時候剛開始要演的時候 我有問他 我是玩也八點檔的時候 對不對 開始也有很多 你跟我講說 你一陣子就會 就是會習慣 會習慣 心聲會 會習慣 我不會打十五 對 因為我覺得都是嘗試 因為我覺得都是嘗試 而且 我嘗試 對啊 因為 對啊 因為其實我人生第一次出到 不是第一次 人生出到第一檔戲 我也是演雷霸的女兒 然後你現在回頭看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 以前的自己好糟糕 在這過程中 你一定會慢慢的進步 所以我覺得就是好吃 只要有第一步突破 都是好吃 對每個人來看 當天晚上 寫新發文寫道 好像已經夢了什麼時候 萌生清理朋友關係的想法了 也沒有太多捨不得 因為知道自己早已經被拋下 誰在誰不在 也不需要再追究了 迎來網友猜測指的就是 我在甜甜嗎 對此小甜甜獨家回應 三里新聞網 談言跟很多朋友 都已經鮮少聯絡 現在我的身邊 一定都是同為媽媽的 比較多互動 所以並不是 只有謝忻 他們要聚會 說真的我也沒時間了 阿記者會 明明大家記者在專訪他 我在跟馬國畢說話 因為劇中我們是一對 我們跟謝忻 真的真的完全對不到戲 記者又問我 有沒有教他 拜託他演雷虹的女兒 我哪有資格教任何人 然後就突然出這篇文章 根本沒有什麼好回應的 有些人走著走著就散了 有些事看著看著就等了 我 只要死金 我 起來 起床 走著 就